WTO解決會 WTO解決會 歡迎收看那個 WTO解決會 什麼東西 太大聲了 不覺得冷冷的嗎 好像從這邊出來的 真的 而且為什麼燈不開亮 好可怕 你看絲絲在做吧 絲絲你在做 不好意思 絲絲 請問你在幹嘛 你阿嬤在現場 我們這一集是聊偏方 阿嬤的偏方 或是傳統的一些聊法 阿嬤沒有來現場 我們今天不是鬼故事啊 我以為大家阿嬤今天都帶過來了 不是啦 嚇死人了... 所以這也是緬甸的傳統 緬甸的阿嬤的偏方 這個是什麼 用梳子繞著蠟燭 Yes 我覺得我們那天跟他聊 我覺得他今天狀況就無聊 我覺得是 好 所以我們今天讓大家 大開眼界 其實有很多 我們從來沒看過的 但他們據說很有效 每一個人的阿嬤 都是一個白寶箱 沒錯 太多太多神秘的事情 在阿嬤肚子裡面 今天要把它挖出來 對 這樣講好可怕喔 其實阿嬤腦子比較 對 譬如說以前燙傷的時候 不是要淋醬油嗎 對 或者是塗牙膏 牙膏 怎麼了 你們幹嘛用這種眼神看我們 淋醬油 淋醬油就會變黑掉 會有黑巴 真的喔 你說的是燒烤吧 燒烤才會要淋醬油 這樣不是附和我嗎 對 我的阿嬤以前 除淋醬油 塗牙膏啦 醬油 牙膏啦 麻油 對 都可以 但都是偏方 所以不只是台灣有這些偏方 各國有什麼不要偏方呢 像剛才我說的 烤蔬子 用蠟燭烤蔬子 大家可以 我知道 NO 對 應該是頭的關係 頭髮掉 對 掉頭髮 掉頭髮 掉頭髮嗎 對 睡覺嘛 你鬧枕的時候 就是 脖子是轉不過去的 像我小時候我媽就說 來 她用梳子幫我刮 我說我才不要梳子刮 怎麼就會好 然後後面我媽真的刮了會好 然後但是她就是有一個 然後是我們要烤我們的梳子 然後這樣 但是在做法的時候不可以 不可以自嘲 就是不可以被人講話還是什麼的 然後烤一次 好可怕 烤好 那家裡可以開燈嗎 可以 然後比如說 比如說歐陽商鬧枕 然後我就把它刮七次 然後再刮七次 這樣來回做三次 最後一回再烤一次 最後一回是 二十一下刮 我媽有幫我用過 我真的不到一下 我是360度差一點可以轉 但是真的是好 貓頭鷹都沒有辦法360度 妳可以360度 差一點 差一點更厲害 那是真的 我們落枕是要怎樣 你拿枕頭出去 曬太陽給它 大... 所以我不會落枕 關枕頭的就是假的 是真的啦 你們知道我們今天現場有醫師嗎 好 但我想問一下醫師 這個有可能嗎 是因為熱讓它循環變好嗎 你差不多 是嗎 有點刮刷的感覺對不對 落枕其實它就是晚上 大部分都是因為 晚上睡覺的姿勢不正確 或是你晚上可能做噩夢 然後抽了一下 讓這個肌肉啊肌膜 這些軟組織不正常的使用 或是一直撐在那邊 所以早上起來你會痠痛 那你是因為痛的關係 所以不能轉 所以是跟脊椎沒有關係 反而是跟旁邊的軟組織有關係 所以我們要用的就是止痛藥嘛 然後再來就是冰膚或是熱膚 熱膚就是剛剛你說的 它其實有讓它肌肉可以放鬆 然後讓循環變快 然後讓它那裡面的發炎的反應 慢慢慢慢減緩 然後再來就是落枕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你反而要更鼓勵這個患者 不要去亂 不要去撐在那邊 要去動 先去走一走 然後慢慢的開始回復正常的生活的時候 你不自覺不自覺的時候 你這個地方就會慢慢慢慢就會 就舒緩下來 對 就舒緩下來就好了 好的 OK 那這甚至也可以啦 所以當然是關於枕頭 從外面打一打一打 合理 因為一定是 也合理 因為 不是也是耶 你那個枕頭跟你的睡姿很有關係 也許你出去打一打 可能裡面已經發霉潮了嘛 所以會扁下去 而且你在打的時候 你會運動到這邊 也是耶 對 那我能不能合理嗎 好 你這個話應該是在熱敷的部分 是合理 合理的 對 OK 那我們就 鼓血相信他們 好 相信妳 那我們來看 其他還有什麼 各國阿嬤的生活小偏方 來 看第一個 世界各國的宿醉偏方 就好滿重要的 我只有這個說法叫做 Hare of the dog 也就是狗毛 那個說法叫做Hare of the dog 跟狗是無關的 可是怎麼會有這個說法 是英國人早期用的 美國人也用 也就是說 比如說你被狗咬 然後那個狗是有 所以那個狗的毛 你要把一部分放在一個 Potion 它會做一個飲料 對 然後喝那個 就是會有治療的作用 因為 要同那一隻嗎 被那隻咬 要抓到那一隻的毛 對 要抓到被咬的那隻狗 抓別隻的沒有用 沒有用 要被咬的那個 我覺得這個跟DNA有關係 對 其實 所以你就去想這個邏輯 可以想像就是說 我喝醉了 第二天早上起來 我頭很痛 宿醉 咱們再喝一杯 回魂酒 對 就是這個意思 也許是不太健康的 可是百分之百的人說 都發誓說這個很管理 這應該是愛喝酒的人跟你講吧 愛喝酒的人 就急修 一直喝 一直喝 對 再喝 可是我們不是喝一杯 你是喝一杯 太少了 你要喝一瓶 但是這個醫學學理上 解釋不來的 可是有一個族群的可以解釋 就是很愛喝的那一個族群 為什麼呢 有一個東西可以解釋 就叫做戒斷 就像吸毒的人一樣 他身體想要這個毒品的時候 他會不舒服 同樣的 如果你愛喝酒的人 你隔天沒有喝了 不舒服 你的身體會想念 昨天晚上那個酒的感覺 所以你再喝一點的時候 你那個不舒服的感覺 身體心裡不舒服的感覺 就會緩解 只有這個宿醉理論可以去解釋 為什麼這個偏方 但是基本上 我們在急診室 如果真的有人宿醉來 其實我們就是給他水分 然後給他補充一些電解質 還有如果他的肝不好的話 給他補充B群 喝酒不要太多 喝太多 對 就不要喝太多 沒錯 這個就是不會 就不會宿醉的理論 就是不要喝太多 沒錯 少喝 好 接下來還有什麼偏方呢 第二個 胃痛 不是 各地的阿嬤大出其招 不是 緬甸的阿嬤有什麼奇怪的招式 三指招 三指招什麼 有時候拉肚子不一定是吃壞東西 也許是我們吃東西太快 卡住卡到我們的腸胃 所以說需要按摩 按摩背 然後就會減緩我們的拉肚子 這個動作我要示範 就用三根手指頭按 這個就是兩個大拇指跟小拇指 是翹起來的 然後我們是這樣 脊椎在旁邊 我們從上面就是這樣 慢慢來... 七次 你不用講話了 也是七次 什麼都七次 三 已經紅了 已經紅了 四 我覺得可惜要去刮痧 這是腸胃不是耶 對 腸胃不是耶 剛好我是那個 餵下嘴 七 然後七次挺一下 然後就是用三次這樣子 七次用了三次的之後 是 就這樣就... 等一下... 你... 你先說吧 對... 小心 你太肥了 那個衣服怎麼拉 就是通常我們要拉 它會想... 這個就是有一點... 太軟了 有一點汗 所以說比較難拉 拉起來的時候 等稍微一下半個鬆頭 一個鬆頭 我們肚子就比較好 對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達克 如果你有拉肚子有問題 我們從... 你要去藥房買木毯 藥房有賣木毯 對... 有... 俄羅斯也有 就是... 我們講這個是我們的中藥 對 俄羅斯 我聽說俄羅斯也有 這個其實數珠也不好用 數珠也不好用 好好用啊 對 可是這個東西 你不是都可以吃 你要看你的 如果你是大概 六十公... 公斤 公斤 對 你可以吃六個 六個 不過你吃八十公斤可以吃... 大概八個 就每十公斤就吃一個 每十公斤吃一個 吃一個 會不會像蒸鹿丸 有一點像 所以它是醋最可以吃 它就是洗掉你裡面 所有不好的東西那一種 對 然後你出山洗手間 對 你的那個代表會黑色的 就代表所有的東西都出來了 所以它是配水 會苦苦的嗎 不會...完全沒味道 完全沒味道 對 所以它算藥的一種 所以我以前都那個東西到台灣 是 其實我最近這個都沒有 都吃過了 所以... 純木炭 怎麼辦 我不知道油 真的有問題 所以它是純木炭 就是考了這個 但是就比較乾淨的 這個可以解釋 因為在急診室 我們也會用到活性炭 用在自殺 服用大量藥物的人 第一個 我們會先洗味 我們把我們可以洗出來的 洗完了之後 就是 我們在急診室用的是粉末的 那它的作用是什麼 它就像是過濾器 就像你另外一顆腎臟 把毒素吸收 然後就從大便排出來 就是我們不要讓這些病人 吃進去的那些藥物 過量的藥物 被身體吸收 對 所以就跟身體去搶 把它搶出來 然後排出來 可是拉肚子有很多種 如果你真的是因為一些化學成分 一些毒素的關係的話 也許可以有幫助 但是如果你是因為 細菌病毒的感染的話 這個是不可能吸收的 對 韓國的話 如果吃太快 吃太多 肚子不舒服的話 大部分的人 就是拿 針 然後放 那個 放鞋 放鞋 其實對 好 鞋子的鞋 對 鞋 放鞋 地方就是 大拇指到上面 鞋子 就是假上面 對 那些暗這樣子 大拇指上面 這樣子 對 可是放鞋的顏色 就是黑色的 如果剛剛肚子不舒服的話 黑色的血出來 對 那你有去捐血過嗎 也是那個血 對 有... 因為我有看過捐血 我的血是顏色比較深一點點 對 因為大部分我們會弄到的血出來 都是靜脈的血 靜脈的血會比較深 那動脈的血會比較鮮紅 對 所以如果這裡擠出來 所以它擦到那個出來 都是比較鮮紅的那個 對不對 只是微血管而已嘛 對 就微血管 然後大部分就是 微血管剛好是動靜脈之間 所以不太可能會有鮮紅色的 尤其在末梢的地方 對啊 接下來第三個 這一句太入戲 看到血壓飆高 什麼 血壓飆高 是的 我們這一段呢 有一個情境 直接來演一段好了 放學 我要走 你要去哪裡 要去菜市場 去什麼菜市場 要去買菜 買什麼菜 我們家的菜很多 有嗎 我們家的錢 整個百萬都給你買料料 買料料 什麼 我 我血壓飆高 快...給我吃 快 吃什麼 吃什麼藥 我沒有吃藥 我要吃這個 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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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吃什麼 舒服 所以血壓飆高要吃水蜜桃 桃子 台語很好耶 對啊 台語很好 你看 所以你剛剛這個桃子 沾的是什麼東西 辣椒粉 對 沾辣椒粉 對 然後... 不是梅子粉嗎 不是...辣椒粉 然後這樣子可以降血壓 對 降血壓粉 阿嬤就是... 常常看阿嬤這樣血壓高 就拿桃子出來 然後就沾辣椒粉 基本上 我們在情緒上的血壓高 我們在醫療上 都不會去治療它 因為等到你情緒下來了之後 你血壓就會下來了 所以你咬一口的時候 也許你情緒就放鬆了 那再來的話 那個辣椒的部分 辣得剛剛好 是你身體可以接受的程度的話 它是有血管放鬆的效果 而且它有很多的那個 抗氧化素啊什麼 其實對健康是不錯 還可以減肥 是 是在安全合理的範圍下 對 好 但因為我覺得王醫師 你常常遇到眼科的病人 因為有時候 別人在弄你眼睛 你一定會很害怕 但如果他們太緊張 血壓飆高 你會怎麼樣處理他們 基本上我們眼科 有一個很特殊的藥 是麻藥 馬上點了以後 馬上就不會有感覺 所以基本上 我們要做任何的侵入性的 檢查的時候 都會先幫病人點一下麻藥 所以病人通常就是 就是眼睛專用的麻藥 對 眼睛專用的 而且馬上點了馬上就有效 馬上 醫師感覺很和哀可心 看到他應該不會緊張 真的 看到他就覺得很溫暖的感覺 有人要這樣靠近你眼睛 你應該會害怕吧 會啊 對啊 所以還是有辦法的 好 吃桃汁 好 接下來 這個好了 大哥嗆水 阿嬤也有妙招 最傳統的 最有效的 而且我們最喜歡的就是 我有VCR給你們看 我來看一下 這是什麼呢 大哥 這個是 是 一隻打格已經打了十五分鐘 一個小時 可以擋了吧 我給你一千塊 你幫我 解決 好 好可愛 所以在後面嚇你 嚇一跳 就是嚇一個人 就在無意之間要... 要是讓你嚇一跳 對 嚇一跳 對 我不敢用那個很大聲 因為我的鄰居都說 超什麼吵 好 接下來 看下一個 廚房狀況多 家庭主婦求偏方 好 美國 這阿嬤應該很多 這個就是燙舌頭的一個 因為他們有時候要試喝味道 對 然後我覺得我跟我老公最不一樣 他從小在台灣長大 他很習慣喝很熱的 熱湯 可是我不行 美國人我們一定要等到 很久 貓舌頭 對 但是煮菜 煮的過程有時候 這個味道到底怎樣 要嘗一口 舌頭會被燙到 那怎麼辦 其實有一個辦法 你要很快 不要等 去冰箱拿一塊冰 冰塊 然後放在嘴巴 可是冰塊要先過水 不然直接放進去的話 會... 對 對 那都趕快再喝熱水 它就變乾淨了 就變乾淨 冰塊 冰塊 你這樣忍著長大 你就不敢對你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有點... 冰火 真的 你等一下問一隻 這樣子 不要再問一隻 一隻要走了 我覺得很多人 因為我們大家 我們走飯 做飯時候要切菜 切菜不小心牽你的手 我也很平衡 對 那要做什麼 我們有這三個字 車前草 車前草 對 俄羅斯應該也有 對 所以把它附在傷口上面嗎 包你的手 對... 可是廚房都會有車前草嗎 你們家都有 我們那邊有車庫嗎 因為我們外面都有 我們外面... 到處都有 我小時候 車子前面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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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前草 都不讓你家 可以這樣 不是 醫生都搞糊塗了 因為他不知道它是什麼成分 你可以...有沒有圖 可以看一下車前草 有... 有... 就是... 我們就傷口正義 然後就把它擋這個 它現在也可以加水就好 加水 對...然後它自己乾... 我們通常就是在外面 泡一泡...沒有水 我們就用口水 好... 小朋友 然後那個真的很好用 你懂什麼你就用它 所以我們就在俄羅斯 要開玩笑的 如果你手機壞掉了 你那個就放在上面 手機壞掉 電腦壞掉什麼 電腦壞掉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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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以 可以 對 這個很好用 台灣都是菜都是... 好像要... 要給它弄大一點 我們那邊都要煎那個菜 煎很細... 對 不小心郭大嫂 是 有一個咪咪阿嬤叫我 可以... 已經很好玩了 專業的 可以用手 拿出來 拿出來 不要水這樣 阿嬤... 阿嬤是陸式 對 點酒 這裡很多咪咪啊 而且我很少看到黑色乳味 乳味 乳味 這個好 這個好用 這個好用 因為我家裡我有種 我種好幾遍 我小時候拿起來的時候 把它勾一勾洗臉 你看我的臉那麼漂亮 對 很美... 還有練習好了 還有很多咪咪喔 我可以拿出來 去洗妹妹那邊 洗下... 洗妹妹那邊 很乾淨... 那我懂了 她的意思是 蘆蕙有殺菌的功能 對 是嗎 不會... 因為我們妹妹那邊呢 其實有非常好的菌蟲 你去外來的東西進來 如果帶了些細菌什麼的話 你會改變那邊的菌蟲 那邊就很容易感染 有一些人對蘆蕙過敏 所以你還要考慮有沒有這樣 因為像我們在急診 還真的遇過女生 就是在萬英部塗了蘆蕙之後 造成很嚴重的感染 還要住院 好 接下來 阿嬤厲害了 突然請潘蕙 淋到雨全身濕透怎麼辦 趕快回家 趕快回家 阿嬤用到換衣服 是趕快回家 不是趕快 阿嬤來 我講聽聽看 就是那時候我們不是 不小心把麵淋到雨 或是覺得快冷貓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就 然後 加薑黃粉 薑黃粉 就加一點點 如果一杯的話 薑黃粉 就加這個 他都有點說 他們 像現在不是有疫情嗎 幾乎很多家庭 晚上現在說 喝保護他的喉嚨 那我可以熱開水 加薑黃粉嗎 那個很難喝 可以放開衣服 就是薑的那種黑糖 還有芭蕉 煮一煮 今天我又帶來 就熱熱的喝 對那個快感冒 或者那時候 領導人就感覺 這是喝薑茶的意思嗎 滿好喝的 一分假 這個是 滷牛腱子的對方法 一分假 我覺得他這個味道 很像那個諾哥剛剛講 就是滷胎的味道 真的很好喝 對 應該是喝的 對啊 就像我們俄羅斯 我們不是很冷嗎 常常感冒 我的阿嬤都幫我煮熱牛奶 然後加奶油 這好像可以 好好喝 沒有 牛奶油加奶油 加奶油 加奶油很好喝 他對你的滷牛奶油加奶油 雖然有點油 但是就會對你的口感很好 然後你這個酸起來 會好一點 感冒的時候 真的 我跟你講我小時候 真的有媽媽給我做 然後喝這個 就是 小時候 感冒發熱就喝酒 因為你一直吵到 所以媽媽灌你幾 沒有 小時候 就是比較容易 應該是小時候 你應該喜歡吧 喝酒的 這樣的療法 對 就是 軟酒 淡酒 對 淡酒 對 雞蛋酒 然後如果在家 做得不方便的話 外面那便利商店 就都有賣這個 對 軟酒的那個 對 那我那個就做得很簡單 而且滿好喝的 我剛剛在外面喝過 有一點點醉了 現在 那你現場調給我 可以 可以 就很簡單 先準備我們的 這個 180 或 蛋 大概是這個大小的話 兩個一個都可以 好的 OK 兩顆蛋 兩顆蛋好了 兩顆蛋 全蛋嗎 全蛋最好吃 不要 蛋黃不要 蛋黃先不要 最好吃 對 還是有 他剛剛在拿什麼 蛋黃可以不要 蛋黃又下去了 我剛剛以為你在過濾蛋 示範一下先不要這樣做 好的 這是失敗的 蛋黃把它瀝出來 蛋黃 有一點點蛋黃沒有關係 對 然後就打扮 所以就是它有泡的 那這樣的話 不太好做 泡的話就加個砂糖 怎麼這麼坎坷 你還沒有 他已經講了 他剛剛已經笑死我了 怎麼那麼坎坷 這個好了 這個好了 來 然後再喝得到就好了 對 沒有錯 那我們要喝嗎 今天裡面有 你到底在忙什麼 沒有 你很誇張耶 你在變瀝出來 你是不是在忙 沒有 沒有 不要蛋黃 你全部整顆蛋打下去 沒有 蛋白 你把它全部瀝完之後 整顆又倒進去 都可以 都好喝 都可以嗎 確定 現在要開始做了嗎 節目時間不夠長 沒有 沒有 我們今天做的少量 有一個人做的 少量 對 加一個砂糖 對 砂糖 對 少量 少量就好 然後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 酒要放了 酒要放了 不要緊張的 你最緊張嗎 因為我越看越緊張 我一開始也是不緊張 請問要達到什麼程度 酒要滾嗎 等到滾了之後 就直接放進去 對 就慢慢慢慢 是 有到嗎 有到嗎 什麼啦 沒事 我只是想脫乾的是誰 就這一杯 可惜 最後要灑蔥花嗎 灑蔥花 對 有點燙 已經變白了 已經有蛋花了耶 對 我想加工完 就是媽媽的味道 我感冒 我發燒的時候 都敷這個 我覺得像宿醉吐出來 真的 沒講真重 那你覺得好喝嗎 我只聞了一下 好喝 那王醫生 你自己有做過類似像這樣 我做的不是這樣子 那王醫生做的是 清酒嘛 用清酒 用米酒 台灣最常見的就是米酒 我怎麼聞了頭就暈了 真的嗎 不過這個我真的是 還是要怎麼聞 小朋友是不能 建議來喝酒 今天要有正機會 要問一下為什麼發燒的時候 喝酒 對 這個真的有效嗎 如果說是為了給小朋友的話 我覺得小朋友第一個 不要碰酒精 但如果說大人的話 喝一點點的話 其實我們發燒最痛苦的 就是全身痠痛 對 那如果你沒有吃止痛退燒藥的話 你要怎麼樣好好的睡 睡不好 所以唯一酒精在這個地方 有幫助 因為酒精可以讓你比較好入睡 對 我覺得只有這個功能 不然的話 其實用酒精來當治療 是不建議的 對 所以這可以喝興趣 對 好 阿嬤 我來下看醫生 對 謝謝可惜 謝謝 好 我們來看最後一個 是什麼呢 蚊蟲滴咬 哪國阿嬤偏方最有效 那個孫子孫兒孫被蚊子咬 那個阿嬤是最緊張的 心疼 怎麼那麼大包 扁得這麼大包 對 他們都有他們的偏方 對 阿嬤的功效最厲害 有 有 有 阿嬤的這一盒要出來 有 厲害 我們還要親一個醫生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的韓國秘密也就是 太厲害了 這個就是薄荷 薄荷就是給它拿起來 薄荷葉 對 薄荷葉 還有給它 它的枝 葉子 折一折 折一折 有水出來了 有汁 還給它抹 抹還是上面 抹抹 你這樣子 蚊子蚊子會昏倒 所以這是在 還沒滴你之前 可以用鋼蚊蚊蚊 對 鋼蚊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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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 紅蘿蚊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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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沒有 因為工作太累了 你們吃一個 吃一根吧 吃一根吧 你今天晚上還有一根 這個... 這樣... 那就是紅蘿蔔吧 對 換蘿蔔 對 那椅香料給啊 椅香料吃 這不少來另外吃了嗎 我們來吃這個韓沙煮 就是我們喜歡弄沙 直接生吃 弄沙吧 就是我們買的就是這樣 對 我們一起吃 我今天很想喔 很想喔 很想吃 很想吃 沒有啦 但我想問醫生 因為每次以前小時候媽媽就會說 紅蘿蔔不可以挑掉要吃 這樣對眼睛比較好 但是王醫師 紅蘿蔔對眼睛真的好嗎 因為紅蘿蔔裡面還有各種 有些色素的營養成分 像葉黃素 紅蘿蔔素 還有維生素A 這些其實對我們的眼睛裡面的 感光細胞都其實都很有幫助 所以烹調過後 它的營養成分依然在 對 大部分因為這些都是 脂溶性的維生素 所以比較不會因為 經由烹調而流失太多 所以這紅蘿蔔對眼睛是好的 好 那對那個耿味敲起來 他是眼科醫師喔 謝謝 對 大門太廣了喔 對 對 他們可以 你也會擋問題 沒有 因為他們不能夠躍拳 因為那是蜜尿科的 其實擋的是蜜尿科的 蜜蜂跟咬這樣做 天方越講越偏 口水 口水 對 對 就這樣做 後來我懂得有什麼 白花油跟鋁油精 可是這兩個不能一起做 為什麼 因為你放那個白花油然後 那當然 對 是白花油不能做 鋁油精 腳帶 蚊子癢的時候 給它那個... 給它那邊 牽起來 牽那邊 牠不會癢喔 牠不會癢喔 牠不會癢 我們泰國是要抓那隻蚊子 再撕進去 請告大家 對 就是因為之前我住的是 比較北邊 很冷 我們蚊子少 我們有沙床就好了 可是台灣不一樣 這裡蚊子非常多的 超多的 所以其實我來台灣 有當地的人叫我怎麼辦 比如說你在外面 你沒有藥 什麼都沒有 那蚊子有咬你 台灣人最聰明 對 拿你的指甲這樣 然後你... 沒錯 耳 十字是不是 十字 快一個十字 弄一個十字 可以 然後 口水 對 沒錯 而且有時候十字沒用 你就把它弄成... 對... 緊字再不成萬字 對啊 那個會凸出來 會凸出來 對不對 圓圈的 對 所以 不用什麼藥 後來我懂得有什麼 白花油跟旅遊金 可是這兩個不能一起做 為什麼 會吵架 不是 你放那個白花油 然後... 當然啊 對 是白花油跟旅遊金耶 那又要含冰塊了 對 我... 我今年有寫了一個台灣寫的 就是拿膠布 那個... 膠布 膠袋 蚊子養的時候 給他那個... 給他牽起來 牽那邊 他不會養 膠袋 對... 抓不到 現在我台灣寫的 這個不錯 我不能再用 是啊 你最近是不是交到壞朋友 少迪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趕快推出群組 然後呢 蚊子也貼在上面 沒有...不是... 已經咬了... 一直咬... 沒有 膠布袋拿起來 給他切在那邊 他不會再養 那當然因為膠袋貼住 他會咬隔壁 那個是剛剛看啊 那個不錯啊 沒有...謝謝... 我們泰國是要抓那隻蚊子 再撕進去 沒有... 沒有 告訴大家 最後 被狗咬到隻狗 可是我們上禮拜 出外景都聽到一個更荒唐的事情 對 因為有 蒼蠅一直在我們旁邊飛漢飛去 我就說好煩喔 蒼蠅什麼時候才會離開我 對 然後就有一個人說 然後就有一個人說 當蒼蠅很多的時候 你把嘴巴打開 蒼蠅就不會咬你了 就有很多喉心 就不會靠近你了 他感覺有笑嗎 大家不要笑 他是一個體育老師喔 對 所以你去查真的是這樣 真的 所以我們兩個就一度想說 到底是真的還真的 對 因為他很認真 看到一隻蒼蠅進去又出發 出門在外狀況多 這些廟方超實用 就是常常穿鞋子嘛 然後鞋會錯 然後調顏會錯 要怎麼做呢 我朋友是戴隱形眼鏡的 可是他那個時候 不小心忘記戴那個存放盒有沒有 然後後來當那個朋友 就不得已把那個 好 好 那因為有時候我們出門在外嘛 總是會遇到很多的狀況 是的 所以世界各國的阿嬤 或者是阿姨 有沒有什麼樣的小偏方 或懶人的妙方呢 對 我有就是 如果說我們有 就是常常穿鞋子嘛 然後鞋會錯 然後腳也會錯 要怎麼做呢 有 有 我們來看看怎麼自腳臭 怎麼那麼臭啊 臭到自己都覺得臭 其實真的很臭 你臭 不行 這裡有這個 我幫你那個 我想到 想到一個辦法 好压道 教大家 去拿一下 等我一下喔 耶 我來了 準備好了 有東西要教大家 這個 放鞋子 鞋子那麼臭 要怎麼處理呢 這什麼 什麼 這個 是 我很性感的 好 破掉了 不要了 好 可惜嘛 不要丟掉 要留下來 留起來 然後這樣 掉 這樣有的東西 就可以解決錯位了 還有 看到嗎 這是什麼 這是 這是 台灣的茶葉 茶葉 這是什麼 豬打粉 茶葉 豬打粉 對啊 綁起來 還不錯耶 這樣放起來 來喔 好像你家是DIY 這裡 放 我家裡還有 檸檬皮 檸檬皮 或者是 橘子皮 不要丟掉 然後放這裡面 就OK了 不會有醋 不會有 對 有醋 對 真的 這個好像不是 真的有醋 小豬打粉也可以除味道 去除味道 對 然後灑在上面也可以 所以柑橘的皮也可以 對 好的 好 可惜 我太太跟朋友 差不多四年前吧 他們住那個 歐洲旅遊 是 那時候他第一天的 第一個 第一天的就到巴黎那邊 然後住那邊的飯店 可是那個我朋友 是戴隱形眼鏡的 可是他那個時候 都不小心忘記帶那個存放盒 有沒有 那個很重要 對 而且這個國外嘛 就是巴黎第一天到 都不知道哪邊有賣 哪邊有藥局什麼 而且那邊在外的就是 那邊的店都是 就比較早關門 那網上這根本不知道 去哪邊 就是都找不到 然後後來到那個朋友 都不得已 把那個飯店的自來水 放在紙杯裡 自來水可以用嗎 然後拍那個泡隱形眼鏡 那 隔天他有戴了 眼睛開始紅紅很痛 對… 難得到巴黎 他都看不到風景 那開始 第一天 然後再用芝麻油來通鼻子 對… 真的 對啊… 很糟糕喔 好慘喔 因為我之前也有 是去日本的時候 我隱形眼鏡戴不夠多 然後我就有問導遊說 我可以去買隱形眼鏡嗎 他說 我們買隱形眼鏡 還有醫生證 要處方簽 才可以買隱形眼鏡 好麻煩喔 問一下王醫師 隱形眼鏡 如果忘了戴盒子 忘了戴藥水 可以用自來水 千萬不行 那生理食言水呢 生理食言水可以代替 但是千萬不能用自來水 因為基本上我們隱形眼鏡 要放在保存盒 要放保養液 它目的是為了要殺菌 那基本上 自來水或是礦泉水 它其實裡面多多少少 它是不能保持無菌的 甚至它可能會有一些 小部分的細菌 或者是可能寄生蟲 它會黏附在你的隱形眼鏡上面 那你如果再把隱形眼鏡 拿起來帶的時候呢 就會把這些微生物呢 造成你的角膜發炎感 而且呢 自來水它本身它的滲透濃度呢 跟我們的眼睛內液的滲透濃度 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戴上去一定會馬上會刺痛 會紅 會發炎 所以腎狀會變得更嚴重 所以千萬不能用一些自來水 然後礦泉水來代替這些保養液 所以我比較建議說 其實如果有一些 常常要出國的朋友 其實你要帶一些大大小小的瓶罐啊 還有一些保養的隱形眼鏡盒 其實很不方便 其實應該要正確是比較建議說 帶拋棄式的隱形眼鏡 這樣你攜帶方便 而且不太因為說 因為要保養啊 或者是處理不乾淨啊 衛生的問題造成發炎 因為一旦你在國外產生發炎 那要就醫其實非常不方便 而且是你如果要看眼睛 它其實不是說 你可以在台灣一樣 馬上就可以找到眼科醫師的喔 它是要經過 你可能要在一般家庭醫師的門診 在轉介以後才能看到眼科醫師 那個時候你可能都已經回家了 所以如果到法國巴黎 然後你沒有戴那個盒子 那你等於是白來了 就真的 沒有戴盒子就說 你要有那個清潔意義 那個是比較重要的 然後你如果要戴眼鏡要拍照 又沒那麼好看 對 好痛苦喔 真的 麻煩...魯之善 韓國的話其實那個禁式雷射 這個是好像很久以前開始 台灣也是 對這個是好像二十代三十代的人 很多話一百個人中大概四十個五十個會做 我也是大學的時候想做 因為我在...我是表演戲的學生 常常在舞台上那個表演的時候 做燈光的關係 我的那個銀杏眼鏡嘛 就丟...乾掉 所以丟... 眼睛太乾了 所以就不舒服啦 所以沒辦法表演 可是醫生說我沒辦法做那個... 雷射鏡什麼 雷射鏡什麼 因為這是我的著墨 這個太薄了 所以沒辦法做 對 這個是... 黃國是真的很... 大家都... 書家... 寒假的時候 大家都會弄那個... 那個雷射 鬼...什麼... 鬼怪 鬼怪 鬼怪的女助長 金高銀 他是公開做那個... 做過那個... 雷射 魯之善說的沒有錯 其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 進式雷射 那進式雷射的條件 其實要經過很嚴謹的一個評估 有些度數太深啦 或是角膜太薄啦 多少算比較少 對 多少比較少 基本上呢 在八百度以上 可能就有一些 可能要考量的一個因素 如果超過一千度的話 那可能可以做的機會 就會越來越少 那如果有一些... 有一些眼睛... 一些發炎啊 或是眼睛非常乾的情況呢 其實也不太能做進式雷射的 那目前來說 我們台灣做進式雷射 最主要是分為三大類型 那這些雷射呢 第一個類型是比較早期的雷射 它是經由我們的雷射 透過我們的角膜上表皮 再經過機質的切削 來達到我們改變角膜弧度的一個雷射 不過這一個類型的雷射 它... 因為它的... 會切削到我們的角膜上表皮 所以會比較痛 那現在比較流行的是 所謂的Lessic 它就是說 我們不切角膜的上表皮 我們直接做一個角膜瓣 那把角膜瓣掀開以後呢 在上面做一個 準分子雷射的一個掃描 然後達到我們要矯正度數的目的 那這個雷射呢 它基本上... 因為有一個角膜瓣的保護 所以它的疼痛的程度會少很多 而且視力都恢復很快 所以通常一般來說 雷射玩的第二天 視力大概都可以恢復到九成五以上 不過呢... 近年來又引進一個更新的全飛秒雷射 所以你說這個技術叫什麼 SMILE 這個技術叫做SMILE 所以全名叫... 它的簡寫叫SMILE SMILE 對... 還有這個目的就是讓你開完以後 每個人都是微笑 這個雷射呢... 它其實就是... 也不是做角膜瓣了 它直接用飛秒雷射呢... 在我們的角膜機子呢... 製造出一個透鏡 就好像類似一個很小的隱形眼鏡 那這隱形眼鏡呢... 在經由一個非常小的傷口 就是大概是一個原子筆尖的一個大小傷口 好小喔 就是這麼小這樣... 一點一下這樣子 對... 那我們經由這個傷口呢... 把透鏡夾出來 就達到雷射矯正這個目的 好厲害 那這個手術呢... 它恢復更快 更不會有疼痛的問題 對...而且時間非常的快 大概... 一隻眼睛大概只要... 大概23秒到30秒就可以收出來 那我本人是一個見證人 因為我在過年前的時候 我朋友就有跟我說 他之前做近視雷射手術 超方便 現在整個人很快活 然後我就說 但我戴影型眼鏡 戴的其實也滿習慣的 就是我沒有覺得不舒服 但是你還記得有一陣子 我錄影的都要戴眼鏡 那一陣子我眼睛不舒服 然後整個紅腫到不能戴影型眼鏡 我長達快一個月抹掉 那妳原本近視幾度 500度 那現在幾度 現在就是1.0啊 就1.0啦 正常 因為我本人不怕痛 但是我有一點點害怕 因為他們有跟我說 你要看著那個機器點點就好了 謝謝 我只是怕我眼睛會動來動去 或者是我眼睛睜不開 因為我怕我有時候 不小心會閉上 都不要怕 他就幫妳把眼睛撐著 然後妳就... 我真的覺得想說 我有看對地方嗎 他就說 好囉 我跟你講 是快到妳一個錯手不及耶 所以妳在看那螢幕的時候 他手是沒進去的 怎麼做 所以直接機器做是不是 對... 所以妳敢... 架口 完全沒有看到醫師的手 他只是說 好 現在看紅色的點 再看綠色的點 好囉 我說 怎麼那麼快 我當下就是下外 然後我就要從那個手術台下來 那妳從手術台下來的時候 眼睛就變成正常了嗎 沒有 真的嗎 我當下... 我當下也是下外 但是它是有一點... 妳是被嚇得... 被嚇得咒語 但是它是有一點摸摸 很像妳眼前有霧的感覺 但是我是看得到遠遠的地方 當然是可以自己走路 跟近視是不一樣的 自己走路是可以的 我是自己走向那個手術的台階 然後走出去外面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棒 但是還是要找專業的醫師 對... 其實雷射來說的話 基本上妳年齡要滿18歲 那妳做完雷射以後 其實不是要有用意喔 妳後來...後續的保養啊 還有是用意的習慣 改變也是很重要 就是還是可以維持說 我們雷射一個 疏後的效果跟品質 然後雷射過後 是不是有一段時間不能運動 基本上呢 雷射完以後呢 妳要做一些比較輕的運動啊 像是一個健身啊 跑步啊 不能出太大力氣 舉重啊 其實都沒有關係 只是不要做一些 會碰撞性的 像球類的運動 拳擊 所以不要去游泳之類的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很棒 所以醫師我們最後 要不要再叮嚀一下 我們生活習慣有哪些 最好是會成傷害眼鏡 其實呢 你看看大家每個人 滑手機 對 滑手機 這個滑手機這個動作 已經讓眼科診手機 其實聲音就變得非常地好 對 因為每個人滑手機 因為乾涉啦 不舒服啦 疼痛啦 很模糊啦 其實都跟... 這叫3C症候群 我們把螢幕調暗一點 也會比較好嗎 基本上呢 應該是說螢幕不要太暗 要你讓你能夠舒服 所以你如果在手機啊 或是在眼鏡方面 有一些抗藍光的效果 其實還是對眼睛 有一個長期之間幫助 但最重要就是 少看手機 對 好不好 如果真的有什麼症狀的話 千萬千萬找醫師 OK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朋友請客會下次見 拜拜 拜拜